小老鼠是2021年的8月被我帶回來的 現在是2023年的11月了 多了小老鼠的這兩年呢 我有發現到牠們兩個的體力相差越來越懸殊了 小老鼠還是小貓的時候呢 母民可以接受小老鼠之後 我就是經常兩隻一起帶出去散步 然後以前都是維持一天會出門兩次的這個頻率 不過大概是這幾個月以來 我就有發現到母民 她好像現在出門沒有很想要太久 最近這一個月的散步模式就是他們兩個最近都蠻早期的 我也都差不多六七點就起床 六七點的時候起床他們就會吵著要我開門 我就會開門然後帶他們到頂樓 我們就會搭電梯一起到頂樓 頂樓到了 開門鐘 現在下樓 我會陪他們現在然後剩下的時間我就會下樓工作 然後他們自己在頂樓玩 玩到差不多中午12點多或是下午1點多 我就會再上來接他們 回家吃飯喝水 然後睡午覺 然後大概是在太陽下山 就是可以看夕陽的那個時間吧 小老鼠又會吵著要出門 於是我就會再打電梯帶他上來 我會順便拍個夕陽 然後就讓小老鼠繼續在頂樓玩 玩到晚上大概 可能是9點10點左右吧 晚餐過後的時間 我再上來接他 晚上的那次就是變成只有小老鼠他自己了 因為母明晚上就不會那麼想要出門 所以今天我們的生活大概就是這樣 哈嘍大家好我是香菇 有在看我的影片的人應該都知道 我是一個寵物行為訓練師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在教狗狗或者是貓咪的四組 學習了解狗狗或者是貓咪的行為學 相關的飼養知識以及正確的訓練方法 過去我在我自己的頻道裡面 也曾經分享過很多關於狗狗或者是貓咪的訓練方法 以前有拍過一些像是在選購寵物用品的時候 教大家怎麼避雷 也有教大家慢條絲理 輕平契合的幫貓咪剪指甲 不用搞得雞飛狗跳的 也曾經教大家怎麼樣可以慢慢的引導貓咪開心的出門散步 這些教學類型的影片 我大概在三四年前都有發布在我的頻道裡面 你們現在應該在我的頻道裡面都還找得到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一些我的忠實觀眾們有發現 我近年來大概就是這一兩年吧 越來越少 幾乎是沒有在發布任何教學相關的影片了 雖然現在我很少很少在拍這些教學相關的影片了 但我還是持續的在我的社群平台像是Instagram以及YouTube 和大家分享我的生活與貓咪相處的日常 以及我的工作日常 今年2023年我依然是陸陸續續接了很多的工作 也到了好多的主人家裡面去解決他們養寵物的困擾 我也開始意識到當我上的課越多 我就越來越常聽到主人告訴我 他們養貓之後都看過我的影片 看了影片之後想要照著我影片上面教學的方式去飼養寵物 但是常常會遇到很多的挫折跟困惑 像是我在剪指甲的時候使用了臨時的獎勵 希望跟貓咪建立好關係 可是有的時候貓咪卻不配合 或者是會告訴我說 我從貓咪兩個月大的時候就帶牠回家了 到現在牠已經六個月大了 我都還沒有照著你的影片去練習 沒有從小教的話會不會長大就來不及了 帶貓咪出門繩子到底要用多長的多寬的 要用胸背帶好呢還是用項圈好 在引導貓咪出門的時候 人應該要站在貓的後面呢 還是要站在貓咪的前面會比較好呢 到底要讓貓咪可以自由的奔跑呢 還是一定要牽牽繩比較安全呢 我的貓咪出門散步到底要多久才夠呢 貓咪一天要玩幾次才夠呢 大概要玩幾分鐘才夠呢 我要訓練到什麼時候貓咪才會好呢 在這一年多來我聽到非常非常多 諸如此類種種的主人們的困惑 這些話也一直在我的心裡面漸漸的發酵 也讓我思考了好久以後 在今天我終於拿起我的攝影機 想要拍下這個影片 其實我一直好好想告訴大家的是 專業的知識固然很重要 但是這些專業的知識 不該成為我們人類用生硬死板的理論 去框架定義狗狗貓咪這樣活生生的生命 當訓練師十年來的枝壓力 讓我學到了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該怎麼養寵物 它沒有一個絕對的正確標準答案 也沒有一個絕對的好與壞 或者是非對錯的標準 因為這些標準都是在不同的人 不同的立場 而有了不同的定義 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 如果你真心的真正的愛著你的寵物 你一定會願意花很多的時間 去陪伴相處去感受 慢慢地去觀察它 瞭解它 無論是瞭解或是訓練 它都不是一次性立竿見影的 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雖然我的工作是在教大家怎麼樣訓練動物 大家可能都以為我經常都在訓練狗狗和貓咪 但是其實我自己平常養貓的時候 真的花很少的時間在做訓練 如果你們看過我曾經帶我家的小貓回家的影片 就會發現到 其實我帶一隻幼貓回家 一直到牠長大成貓的這段過程裡面 真的很少在刻意做什麼樣的訓練 自從我養了第二隻貓以後 我也真的很少在拍教學類型的影片了 我更多的是和大家分享 非常非常日常的生活 從我帶小貓回家 帶牠去打預防針 開始慢慢帶牠出門 還有慢慢地引導兩隻貓咪互相認識 最後牠們互相適應接納彼此之後 我們可以常常的去旅行 為什麼我後來都改拍這樣子類型的影片呢 因為對我來說 訓練散落在生活的每一個片刻 訓練就是生活 因為我深深地相信 這些更貼近真實的生活分享 可以讓我和我的觀眾更靠近 我也只是一個單純的貓主人 單純地和貓咪生活著 單純地愛著自己的貓咪 當我開始能夠用一顆平常心 去更靠近更同理 大部分四祖的心情 在我工作的時候 在我教學的時候 也讓我更容易順利地去表達 傳遞我需要讓主人明白的資訊 也才能夠真正地幫助到他們 還有他們的寵物 生活更和諧 同時也幫助了我自己 可以更加心平氣和地去看待很多的差異 與人溝通 相處的時候 更舒適自在一點 在我過去十年的枝牙生活裡 從最初的我學習到一些其他人不懂的知識 那時候年輕的我 一心以一擊 就想要去傳遞那些我所知道的 對很多事情我都看不慣 經常會覺得 為什麼別人不用我所希望的方式 去對待動物 以前的我在工作上常常會生氣 為什麼主人總是不照著我的方式去做 為什麼他們總是講不聽 做不到 甚至覺得都是別人害我這麼累 害我工作這麼辛苦 但是經過了很多年的我 我才明白 我的憤怒 受傷 心累 都是我自己加注於自己身上的 我在我的主觀世界裡活得辛苦 因為我認為只有我自己的標準是對的 經過很多年經驗的累積 學得越多 才越發現自己的不足 後來我開始問我自己 只有我學習到的知識是對的嗎 這些人跟我的方式不同 他們真的是不愛寵物嗎 我發現到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愛自己的寵物 只是他們所認知到的與我不同 他們之所以這麼做這麼想 會不會是因為我們身處的環境不同 往往我們會感到憤怒或者是受傷 都是因為我認定他人是做得到 但卻不願意 我的父母沒有用我想要的方式對待我 沒有說出我想要聽的話 難道就是他們不愛我嗎 又或者是其他人沒有做出我理想中符合我期待的樣子 就是他們不對嗎 也許更大的可能是我們生長在不同的時空背景 接受不同的教育 擁有不同的資源 在不同的文化層次裡 而造就了可能互相無法配合的結果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做這一份工作十年來 我是如何從一個憤世忌俗的狀態 活成了現在的心平契合 第一就是我學會了 課題分離 不管是在面對動物或者是人 我會知道不管是我自己或是別人 我們都是獨立的個體 當他們是他們自己的時候 就一定會有許多跟我不同的 可能是不如我想像的 可能是不符合我期待的 但那些都不是壞的 只是跟我不同而已 我學會了去理解並且接納這些差異 我看過一個心理師在網路上的分享 他說 學會課題分離 是學會分開自己和他人的責任 把屬於自己的責任認回來 把不屬於自己的還回去 不要什麼事情都背在自己的身上 好好的去分配排序所有事情在你心中的輕重緩急 第二就是我明白我們都是有限的 我曾經在書上看過一句很棒的話 他說當你能夠接受選擇的有限性 你才能優雅的長大 我們都是有限的 我不可能改變全世界 不可能撼動他人巨大的主觀世界 我沒有能力 而且我也沒有必要去改變 因為這個世界上唯一 你能夠掌控的只有自己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情緒 以及自己的行為 我一直渴望大家 能夠對動物做到這樣的尊重和包容 那我也應該學習 從自己對待他人他物的方式做起 這樣的學習 其實致敬都還在持續中 我想這會是我一輩子的修煉 第三 保持每天出門散步的習慣 大自然有最佳的療癒效果 第四 專注投入做一件喜歡的事情 並且堅持下去 透過創作 例如攝影啊 繪畫或者寫作 去適當的抒發心情 這些都幫助我維持情緒 和心靈的穩定與平靜 所以我非常鼓勵大家 除了去學習 去實踐之外 也請留給自己一些空白 去好好的感受 感受生命中所有事情帶給你的感覺 因為這些真實的感覺 會帶領你去找尋到 你在這世界上一個最適合的位置 生命不是僵固的規則 它是流動的 不要太急著肺黑即白的下極端的定論 而是慢慢的 有彈性的去調整 你會慢慢的發現 那些讓你 還有你在乎的一切 彼此舒適自在的生活方式 就是最好的 我跟大家分享 我曾經在網路上的一篇文章裡面 看到的一段話 每個宇宙 每個人 都有自己跟熟悉的樣子 即使那個樣子 不全然是我們喜歡 我們接受 又或是我們認為正確的狀態 努力太難了 不努力也很難 建構和平的方式 大概就是退一步 海闊天空 假裝看不見 也許就會遠離情緒起伏 但是 不嚴苛以待 是好的嗎 嚴苛又是好的嗎 一個人要活得平衡 實在太難 但是如果能夠不在意 我不知道 我不會 作為改變的選擇 我希望那是真正讓我們走向成長 而非停滯的理由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也祝福你們 都能活成自己心目中最好的模樣 如果大家又不會是好好的 我不會有好好的 為什麼會要去你 如果我們想要去你的面子 我們會把我去吧 我們會有好的 一般好好的 我們會有個好好的 然後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有好好的 我們會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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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带小老鼠和牧民出来露营 不过呢像我这么懒的人 我是不可能自己搭帐篷的 所以我订的是那种就是野外的小木屋 这里是在台南佐镇的一个露营区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就是住在这种小木屋 后面这一个 我没在那里散步 下一步 然后翻过去 我们订的是这种木屋 我们订的是这种木屋 要小心哦 这次小旅行的计划呢就是带他们来这里住一晚 然后隔天我们要去二寮那个观日亭那边看日出 对明天就是要起个大早 所以我就想说在这附近 很近的地方订一个小木屋来住 这样子我才有办法起的来 去看到日出 还好现在渐渐天气变冷了 日出的时间会越来越晚 就不用像夏天一样这么早起 希望我明天可以顺利的看到日出 要不要不要进去里面看线 就让我们先去抓老鼠 一个地方都要先询一遍检查一遍 妈咪你头好脏哦 妈咪好饿哦 妈咪叫你快一点 妈咪要死了 要倒水吗 好 加点水 小老鼠啊 晚上外面很漂亮 好可爱哦 晚餐这里煮火锅 这边有一些煮饭的器具 然后还有这个电磁炉 这边煮的是那个海底捞的番茄汤底 这边是麻辣锅 一切都坏了 好的 好了 今天是早上的5點18分 準備要出門看日出 然後今天日出的時間是6點06分 應該趕得上吧 星星很亮耶 大自然的聲音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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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